瑞瑞香农会迎接因为疫情而延到8月底举办的第二届一花路跑赛事 以赫岗文旦又专区的农路为赛道的赛事 安全以及景观上都有待改善 因此特别向上级争取到经费获得了水宝局花联分局的支持 在9号的上午由秘书亲自领军到现场来会刊 并且表示将会要求厂商赶在8月底前 全面的整治完成 以利路跑年度盛事的举办 赫岗文旦又专区农路水宝局花联分局秘书郭炳荣 今天会同了规划公司地方农会以及想代表现场会刊 协助地方强化基础建设并整治美化景观 从0K到这里500公尺是加码咖啡虫铺 还有标线 规划公司大型海报设计图呈现整个建设项目 农会总干师黄胜黄相代表林玉芬 针对了规划设计内容讨论交换意见 水宝局花联分局秘书郭炳亲自邻居线刊 听取地方意见 并且也要求施工厂商能尽早施工完成 一例路跑活动盛会的举行 在既有的一个矮墙部分 我们也去做一些跟当地的一个地景能够融合属于一个美化 绿美化的一个矮墙 加上这一段的农路改善大概有四公里 需要再做一些排水沟跟挡土墙的改善 如是向轮会文南又花路跑赛事就以赫岗文南又专区农路为赛道 安全以及景观上都有待加强 如今面对又花道路整治美化工程内容 农会以及地方农民也都高度肯定与支持 总管师黄胜黄感谢表示 若工程顺利完成8月23号的文南又路跑比赛 不论赛道或景观都将混然一心 我相信这一条道路做出来之后 搭配我们整个这个田园的景观 可以说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具有特色的一个道路 那今年的又花路跑 虽然延到8月23 但是我们的报名人数依然冲破新高 因疫情而顺延举办的第二届瑞士乡文南又花路跑赛 将在8月23号正式登场 水保局换了分局秘书郭秉荣拍胸不挂保证 整治美化工程必定在赛前完成 让国内外路跑好手都能在安全 且景观优化的道路上奔跑创下佳击 记者石玉兰瑞士采访过到 我现在的词词词